我们一起欢迎下一位挑战者 请看大屏幕 有请李源庆 我特别害怕这种 拿着家伙事上来的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跟您握手了 您这是带了一把锯子来 对 这是一把普通的钢铭锯 那李师傅您是来表演 木匠活的是吗 都有 我觉得通过您这个吧 我不太看得出来 您要表演什么样的绝活 就是用钢铭 剧木头 还有剧其他的 这个您确定能够通过100位评审 还有我们非常挑剔的明星评审团 不知道 行 那我们就舞台上见 但是有一点您得完成 选择惩罚方式 3 2 1 请选择 火焰 火焰 来我们有请李源庆师傅 李源庆属于你的100秒表演时间开始 好 谢谢 李源庆师傅 给你 杨茜茜 恭喜过关 原来这是一把剧情是吗 对 它的学名叫剧情 但它就是一把普通的钢具 没有做过任何特殊的处理 没有 这个太神奇了 我们首先恭喜您过关 但是能不能进入第二轮 要听一下我们见多识广的 三位明星评审团的老师 意见 巧了 咱们俩狭路相逢了 您也会 中央电视台屏幕上的 第一次的剧情演奏 是海政文团的一个剧情演奏家 这个节目就是我录的 越简单的东西 如果你玩得特别的精准 这就反映你的水平 您那个 还是在一边拉一边找 好 按说应该一拉就好 一拉就好 不要老去走音就好了 不 不 周群老师 我是第一次在舞台现场看到剧情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新奇 而且挺玄妙的 那周群老师您是 对 对 金飞老师 出我之前跟刚才看的几个相比的 您这个似乎还略有欠缺 我这里是 不 两票不通过 一票通过 所以很可惜 没有办法进入第二轮 但是我真的特别想谢谢您 让我们开了眼界了 让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一门乐器 谢谢您的表演 我们掌声送给李元庆师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